我在等他 很远啊 你们知道 你们知道从那个 从那个广 广州 从广州 开车过来要 2000公里 来家人们帮糖糖点点赞 你们陪我一起等他好不好 我们一起 等等他吧 2000公里 他 他应该是昨天晚上出发的 如果是早上出发的话 这个点应该到不了 应该是昨天晚上就开车出发 嗯 到现在差不多了吧 因为中间肯定要休息一下 太远了对不对 中间应该 会要到服务区 休息一下什么之类的 嗯 我就想我们就一起等等他吧 对 一个人开车 嗯 飞机飞不了啊 家人们 我跟你们讲 这几天飞机飞 河南的飞机都飞不了 因为天气不好 然后高铁票全部卖 卖空 所以说我本来以为他可能要过两天才来 但是我没想到他开车过来了 但是现在 飞机飞不了的情况下 可能还确实只有开车能开过来 嗯 然后 然后 家人们其实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大宝 等一下我们两个见面会是什么样子 我还挺紧张的 家人们 我真的不知道我们两个见面了会是什么样子 因为 都 快十天都没有见到我 嗯 然后我 哇 我觉得我一会还是少说话吧 我听听他 我听听他想跟我说什么吧 家人们你觉得等一下我见到他 应该问他跟小慧的事情吗 妈妈不知道他来了 不知道 我也是刚知道的 我知道他过来的第一件事 就是先给大家在群里面说了 嗯 我 我没有跟我家人说 谁都没说 不要问了 先别问是吧 嗯 对 好 那我就先不问 对 我觉得 我觉得今天刚来吧 我 我去问吧 也挺尴尬的 然后我 但不问我真的不知道我要跟他说什么 嗯 说开心的事先休息 好 对 那我就先听他怎么讲好不好 家人们 咱们今天先不说之前的事吧 嗯 嗯 我真的不知道他这么快会过来 嗯 嗯 应该热情一点 说了尴尬 一路很辛苦 对 对 确实 家人们我也觉得 他过来挺辛苦的 就不管说我们两个怎么样 他能开这么远的车跑过来找我 就这一点我就觉得 他挺不错的 是不是家人们 嗯 让他自己说是吧 好 嗯 我觉得还是挺 我挺意外的 真的挺意外的 因为昨天晚上你看杨杨打了那个电话 到现在二十四个小时都还没有到 开车这么远 两千公里 就赶过来 我确实觉得挺不错的 对 嗯 有时候嘛 我觉得说再多都不如做一件事嘛 就像 就像今天这个样子吧 对吧 谢谢 你们看 这是大宝 大宝订的酒店 你们看 这一看 大宝就是个卖茶叶的 订的酒店 都是茶叶主题的 太搞笑了 这酒店一看就是那种商务男士住的 都是书啊 茶啊 这跟他的风格非常的符合 嗯 对 家人们 那我们今天就这样子好不好 我们就开开心心的 嗯 咱们今天 离我家挺近的这个地方 他不是有我的地址吗 他订的这个酒店离我家很近 我今天是步行过来的 很近 大概 几百米吧 离我家很近 嗯 对 今天的话他也确实很辛苦 那 我问问他好不好 家人们 我问他到哪了好不好 大宝你到哪了 我看他怎么回我 嗯 应该快到了 因为我过来都 七点半的时候他跟我说 他还有半个小时就到了 然后八点的时候他没有 他没说话 然后我就提前过来了 他说他今天晚上住在这里 所以我就提前在酒店的大堂等他了 然后 他说半个小时到 他会不会吃什么 吃点东西需要获胜的 出去吃太累 明天出去吃好的 嗯 他怎么没回我啊 他怎么不回我啊 嗯 对他应该一晚上没睡 嗯 打自问 好我打个自问一下 你到哪了 开车可对对对可能不方便 对我问一下他 我觉得他应该要到了 因为他说半个小时 这都已经一个小时了 差不多快一个小时了 嗯 他跟我说的是半个小时之后 他就到酒店 然后让我来酒店找他 现在的话就已经四五十分钟了吧 嗯 睡着了 哦 不会是睡着了吧 可能吃东西去了 嗯 他让他先来休息 对 嗯 他没有回我 我们等一下好不好 嗯 让他到你家 不不方便 到我家还散了 他都已经到酒店 他应该已经订过房间了 他就直接跟我说 让我来酒店呢 嗯 带大家一块看看 带大家一起看一看 嗯 我还跟 没有跟我妈妈说 还没跟我妈妈说 他 他来了 太突然了 家人们 太突然了 一个小时前我才知道 他 他要到河南了 哎 哎 回我了回我了 家人们 我现在 在酒店的房间里 你在哪里呢 他已经在酒店了 我现在 在酒店的房间里 你在哪里呢 我在酒店 在那里 然后 那 你下来 入山里找一份 对啊 他已经 他已经在房间里了 我以为他没到呢 家人们 那我要他下来吗 我上去找他 累了 行 那我那我这样 我等他给我发个房间号吧 我们上去好不好 在房间 899 那你上了吗 这房间号都爆了 在直播间 爆这个房间号 不太安全 嗯 那我们上去吧 好不好 我们上去吧 我上去先说什么呀 我们等一下 等 等他们上去了 我坐下一个电梯 我们上去吧 好不好 等一下 有客 有别的客人 先让别人上吧 因为我们在直播 这样不礼貌 等这两个客人上去了 咱们就上去好不好 嗯 我再听一下房间号 哎呀 我有点紧张 叔叔阿姨们 我再听一下房间号 好 咱们将来上去 我去上 你们都记住房间号了 我的天哪 家人们 你们 别打房间号了 这 太不安全了 她把 晚上别人都来敲她家门 太慢 所以说咱一会不能暴露这个酒店是什么 不然的话真的 在河南这边的家人们晚上去敲大宝的门就尴尬 我等一下上去 因为有客人 咱们在直播 我觉得这样不太礼貌 我等这两个客人走了 我先准备上去 准备上去吧 咱不要再报大宝的房间号了 这样不太好 上去吧 走吧